好像自己人一樣 每天走出走入 你吃了東西給錢又可以走 去年8月 又立近半個世紀的 香港仔魚市場海鮮餐廳 因為投標失利倒閉 以為漁民飯堂從此消失 你就錯了 半年後的今天 他回來了 漁民飯堂從開 再未講辦足地 這個地方 全世界最美的海鮮 都要跟香港仔90% 跟香港仔批發 號名換了 照牌都換了 接受經營的是 這裏的地頭蟲青哥 我們本身 香港仔幾十年 當時我們還做買手 每個海鮮都熟 所以青哥每朝四五點 趁漁船賣岸 都會親自去選三碗海鮮 全部還是野生 好吃很多 你吃三個吃的 光顫得青哥的 個個都是熟客 一班漁民齊齊對比 甚至走去隔離 夾菜見怪不怪 這些相信就是 在港版築地上 比起任何靈海鮮 更加珍貴的人情味 這一集 未來也會 在港版築地上 並賣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